講到了旅遊 政府也是努力拼觀光 這次是請來了韓國新偶像團體 帝國之子來臺灣 和臺灣的偶像團體 飛輪海合拍旅遊節目 他們也特地到臺北的行天宮 體驗拔筊和收金等 道地的臺灣民宿文化 看到偶像們帝國之子和飛輪海 來到臺北行天宮 臺灣粉絲尖叫不停 他們的熱情加上三十幾度高溫 兩個偶像團體汗水不斷的滴 你好 你們是民運黑 大家好 我們是千亞帝國之子 觀光局為了宣傳臺灣旅遊 請帝國之子來臺拍節目 擔任觀光大使的飛輪海 也輕易相挺 帶著他們體驗 臺灣宗教文化的拔筊和收金 帝國之子第一次來臺 這九人歌唱團體 每位只有十八到二十二歲 看起來比飛輪海小一些 他們今年一月才出道 但在韓國 日本和臺灣 已經小有名氣 繼Super Junior帝國之子 似乎已經成為韓國的明日之星 也希望藉他們的成功 行銷臺灣觀光 明視新聞 溫柔蔡瑞妍 台北報導